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塗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發落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會講一下 我們今天會講一下孕婦或女性最怕的任神文 袁醫生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救呢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有很多女士 對於是 保留的腰部很瘦很幼 很滑 但是長生了寶屎之後 整個肚皮是鬆散 對 而且鬆散之後 是很潮的 嗯 其實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是任神物 当孕婦要生嬰儿时,肚子不断地增大 当然皮肤的纤维是不断地被撕裂的 结果是真的撕裂了,组织撕裂了 剩下一些约约红色的痕,慢慢变成白色或者银色 这些痕,我们最重要是预防它出现 因为它出现了之后,它不会离开 它差不多是永久性的 当然,假以时间,也会慢慢减退 我知道有些女性,生嬰儿后,肚子直接松开 她直接忍受不了做什么方法呢? 就是做拉肚皮,还用手术方法 将肚腩的肚皮继续 通常手在哪里做呢? 在肚子里走位的 把肚皮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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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麻烦很多的 我自己都在处理很多这类的病人里面 通常我们叫她平时在怀孕的过程里面 做多些按摩 例如用那些杏仁粒 almond oil 不断地做腹部的按摩 那 还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做多些浸浴 浸什么浴呢? 就是absence soap 就是舍盐浸浴 这些时候修肥 因为尾是什么呢? 是一种弹性的 帮助血管的弹性 那所以如果孕妇呢 在家里如果有个洗浴缸呢 平时呢 差不多每天多些浸浴 那当然浸浴呢 令到你的皮肤呢 那个水分高呢 就弹性强些 是不是不会撕裂呢? 嗯 那所以呢 在平日呢 做多些浸浴 用absence soap 那 那 那 日间呢 就塗多些油 你用椰子油都可以的 用杏仁油都可以的 那这个呢 是可以一个预防它出现的 那如果真的 万一出现了之后呢 那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我就会塗那些 玫瑰果油了 rose hip oil 那玫瑰果油呢 那玫瑰果油呢 可以帮你 就是通常呢 是去色斑 減搭你的色斑 对那个皮肤的 那个维修是 非常非常之好的 好了 要预防这种问题出现呢 我们饮食方面 都要留意些什么呢? 我们会 食物方面呢 是吃多些 那个蜜的 配胎 weep germs 和呢 多一些 是那些油 那个 就是cold pressed 的 的油 在沙律里面 就像你所说的 那些油 比如那个 橄榄油也好 那维他命E油呢 也都可以是帮助我们 是 是 减低 我们那个皮肤 即是 加强我们皮肤的弹性 所以维他命E本身 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那其他的 那其他的 那我们叫 必需要的脂肪酸 就是 阿麻子 鱼油 那 阿麻子油呢 这些全部都是非常之有用的 那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尽量呢 是用这几个工具预防 那 那当有出现的时候呢 还用维他命E油 对 就是多些塗下去 嗯 那这些方法呢 是可以呢 最好就是预防它 记住预防呢 都是塗多些油 就是 维他命E油都可以塗 是 杏仁油 浸浴 浸浴 用那个瀬盐浸浴 那这些呢 是对于 预防 和主理任食物呢 是很简单 但是也都非常之有效的 自营的方法 嗯 明白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原医生预约会诊 可以打25773798 可爱的听众 亦都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原医生网上会诊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找回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去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请不投资 萝卖 膝园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www.h-e-a-l-t-h-s-h-o-p.com.hk